YA 呼呼大家好我是洋琪 今天是留學生來諾曼滴做什麼的第二集 然後我旁邊這位是自我介紹 我是黃慧文 黃慧文好 你叫我Judy Judy好 然後妳是什麼學校 我在這裡念諾曼滴商業學校 那妳在台灣是 我在台灣是陳大 陳大同學 陳大同學就她 妳看Nora的腳在旁邊 陳大好 那妳們學校跟諾曼滴是 也是一樣是跟Nora是一樣的嗎 就是妳學什麼都可以 我們不用一定要交換才能畢業 不知道Nora是誰的 我會把連結放在上面 自己點去看 上一集 所以妳們跟妳們諾曼滴商業學院 是交換 是簽交換約是不是 對簽交換約 我知道一個是在 The Hav 對 然後那她 校區是妳們自己選嗎 還是學校分配 喔其實是 學校是給我們選program 然後像我們 我選的是 歐洲 European Business Program 就是跟Nora是一樣的 對 歐洲經濟體系 對對對 然後如果是選 國際經濟體系的話 就是IBP的話 就是在 然後 所以妳們在選program之前 妳們不知道妳們會分到哪個學校 是這個意思嗎 對 如果你沒有就是自己去查 那個program的話 其實是不知道 她沒有註明 那妳來這邊多久了 半年 半年 那妳的 妳是交換多久 我交換半年 那妳要回家咧 對我明天要回家了 她明天要回家了 她明天要去 東歐玩 五個月 妳 妳有什麼 妳有什麼心得嗎 心得 妳們一直出去 一直在拚拚拚拚 我真的不知道妳們的臉會不會切斷欸 不會不會 呃 我覺得 就是我一開始 對外國人 我就會覺得他們 跟我們很不一樣 就是最大 最大的感感 就是 臉不一樣 所以會覺得 他們可能會覺得我們 怎麼樣啊 或是 比如說上課的時候 我就 有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們有一堂課 他 那一門課的老師 我一開始就很不喜歡 第一堂課 他有點 我覺得他有點嚴重的 歧視 對 歧視亞洲人嗎 還是歧視外國人 我覺得是亞洲人 外國人也是 因為我們班 有一個捷克女生 捷克吧 捷克女生 對 他就會 反正 我覺得他不是 屁股又弄這樣一個 他不是主要國家的學生 他就會覺得 你們就是 主要國家是指 德國 法國 經濟與最好的那種 美國 這些同學以外 他就會 把他很批判 親一個人 對 然後我以為只有 我會這樣覺得 結果我們班 上到中階的時候 就陸陸續續 大家都會 有一點 說出對那個老師的感覺 他好像 不太會尊重人 然後到最後 真的爆發是 有一次報告 因為他報告會 所以那個老師就是比較 批判 他想要push我們 變得更好 所以他會提出很多缺點 push你們變更好 對 然後他就會提出很多缺點 然後 把 那一場報告 把一個德國女的弄哭了 蛤 對 是喔 他罵到那個人 就在台上哭 然後 他是用罵的還是 用一直講 就是批評 他是批評 他不是罵 就是為我們好 就是批評我們 然後 就是講到那個女生哭 結果 大家就去找 找學校投訴 對 然後那個老師 就下一堂個 就做一個PPTO 上面寫 You are wonderful 然後四個站在旁邊 You are wonderful 對 就是想要彌補一下嗎 You are wonderful 對 然後他就說 每個 下一節課就變成上文化差異 就不再上 BG BG 不再上經濟的東西 對 就變文化差異 對 他就說我跟你們就是有差異啊 就是表達方式不一樣啊 然後他說 你們這些 而且他不會跟 你們這些 華人 就是 有意見都不會直接說出來 然後 就是 會自己在心裡啊 可是我們有說 我們那時候有表達 我覺得那個是那個老師的問題 因為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的老師 其他老師應該就不會這樣吧 其他老師很好 對啊 你在這邊半年 半年嗎 你說你算半年好了 你覺得 夠嗎 時間夠嗎 我覺得有點不夠 因為我覺得好像 開始要適應了 然後就要走了 就是開始已經進入狀況的時候 就要走了 寫信給你 承到那個校長 校長也太短了 年齊 寫主任 主任說那個約可不可以改長一點 那你有什麼話想要對後面 如果一樣 一樣是成大學 你一定要過來 你有想 對你們後面來的人講什麼話嗎 我覺得就是 就不用怕 就來吧 然後如果 可以學法文的話 最好學一點 我覺得在這裡 不會法文 有時候會有點挫折 嗯 好那你 講一下 你在這邊 你不會講法文 你遇到什麼挫折好 很多 比如說我一開始來 還要辦手機的那個 大家都是辦手機 你都亂來是辦手機遇到問題 真的假的 對 我跟他一起去過那個電信 你在空空了啦 那個電信行 就是要辦那個手機 然後你就算用Google翻譯給他們看 或是 因為法國人都會叫我們說 你遇到人家 你要說 夢中我 然後 之後 講起來什麼 CVPLAY之類的 我們都已經做了 但他就是 不會跟你講英文 而且像上禮拜 我要去銀行 就是 問一些事情 因為我要走了 那個人一開始我就問他說 你會說 英文嗎 我用法文問他 然後 他說 一點點 沒有啊 會一點點 我就跟他說 講完之後 他就 完全用法文回我 我想說 我就是 我就是 聽不懂 我才問你會不會講英文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還會選法國的地方 好 如果你還有一次選擇一次的機會的話 我會選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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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除了法國以外 歐洲國家其實 英文都講很好 對 尤其是北歐 對 就是德國以北幾乎 英文都會通 對啊這很順 荷蘭也是 真的 順暢 暢通無處 所以就是再選擇一次就想去對 那陳大叔覺得他建議你們去德國 不要來法國 這樣 那你覺得 Normandie這一塊 你來之前你有對他很期待嗎 還是沒有 就是 就來了 我跟其他來交換的人 比較不一樣 是他們好像大部分都會 比較長期的準備 就是他們可能一年前就已經想好了 或是有念頭說我想要交換 但我是很臨時 我是在 送神的最後一天 送神的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 還在猶豫說 到底要不要去交換 然後我是很臨時的 就突然要去交換 所以 我身邊 跟我很親近的朋友 也是 大家都嚇到 對 就有點 怎麼會突然要去交換 這樣 喔 你來這邊跟你想像中 法國的落差 落差很大 落差很大 你說這一個地方嗎 還是法國整塊 整塊 我就整塊落差很大 因為我對他們印象就只有 嗯 就是很浪漫啊 到我來之後發現一點都不浪漫 一點都不浪漫 怎樣 怎樣都不浪漫 沒有 沒有感覺到浪漫 你的浪漫是怎樣 很清 很優美 然後就是路上的人就會很 啊 這樣 但沒有 大家就是很冷漠的臉 在外面的時候 在巴黎嗎 這裡也會嗎 我覺得這邊人算是親切囉 對 我覺得這邊人很好 尤其你會講法文之後 他們人真的很好 我覺得這邊人算有耐心 就算你不會講法文 因為我上禮拜來去巴黎 然後我真的覺得巴黎人真的好沒耐心 就是說你會講法文 因為我是講的是破爛法文 嗯 我講的法文是就是很不順的那一種 然後他們對於那種 就是不耐煩一樣是寫在臉上 那你回去之後你有想做什麼事情嗎 你覺得這段留學經歷 因為你回去就要找工作對不對 我回去 對 要準備考試 要考會計師 喔你要考會計師 對 喔 那這一段 這一段 有幫助到你的味道嗎 好像沒有種 就是人生經歷而已吧 就多了一段人生經歷是這樣嗎 因為 像我去日本留學 我就是增進那個遠程度 我回去之後對我找工作是有幫助的 可是我不知道你們來這邊 你們在這邊留學會對你們回去找工作有幫助嗎 還是什麼還是你也不知道 我是覺得沒有實質的幫助 但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在會計系 我覺得相對其他系 相對管院其他系就會比較 比較太單純一點 嗯 然後我是來這邊之後 然後選課程也有關係 就會接觸到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對 我很好奇 你剛剛 你剛剛講的說 你申請 你申請你是在最後關頭遞出申請 所以是你們是想要申請就可以申請的意思嗎 還是你們有名額限制 有名額限制 但 好像大家不太 不太care 沒有很踴躍 所以像我就是 沒有很踴躍的這個地方啦 可能都會去美國或是別的國家嗎 對 或者是申請的人本來就不多 所以大家踴躍申請 大家要加油 想來法國的 想來體驗一下浪漫 可是沒有浪漫的地方 而且選手很好的就可以給你獎學金 喔 申請吧 申請吧 有獎學金喔 獎學金有幫助到嗎 我覺得有欸 有 有齁 滿久自己去調查啦 陳大同學 對 好啦 那就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 希望你屢多愉快啦 嘿唷 喜歡他的 按個讚 喜歡我的 按個讚 訂閱 還有訂閱喔 開鈴鐺 大家不要忘了訂閱按鈴鐺 然後我們下次見 掰掰